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在美国深耕 位在南加州尔湾的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 最近特别联合了泛美中国舞蹈爱好者联盟 举办第一届中国民族舞蹈 等级于考级十字班的毕业典礼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毕业典礼上翩翩起舞 首届民族舞蹈等级十字班 不只从歹族到藏族 每个民族的舞蹈风格都能淋漓尽致地展现 更厉害的是还可以把小孩子俏皮可爱的模样 表现得唯妙唯俏 舞蹈技巧高超 尤其是看到了这些学生 这些学员 未来的老师们这么热情 这么具有热情的艺术的萌发 我好感动 不让女生专美于前 首届十字班上更有男性学员 完成两周的专业培训 带来个人读舞尽显阳刚之美 学习的经历是不同的 也有只有律师 就她本身是律师 或者是化妆师 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学习的机会 所以老师们都非常的珍惜 但是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了进步 强调拥有数十年的历史 民主民间舞蹈首次深耕美国 未来更要将国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成功了 董事新闻李中瑶杨平均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